現在全球最紅的戲劇莫過的是 《冰雲火之歌全力遊戲》 不過日前告一個段落 很多影迷都非常的失落 不過最後呢其實蠻多蠻多的結局 有人滿意 有人不滿意 甚至有130萬人去連署說 希望這個結局可以重拍 不過裡面其實有個演員他就覺得說 其實有這樣的反應是對於整個編劇 整個劇組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 因為這是一個算是一個劇作 大家都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裡面 特別拍攝了有將近十年之久 於是乎呢大家就有在訪問當中講到 其實也改變了蠻多人的生涯 包括了演戲生涯也好 或是他的日常生活也好 一起來聽聽看幕後花絮 這些演員怎麼聊的 超人氣影集《冰雲火之歌》 成立遊戲正式完結 黑化的濃厚丹尼利斯統治後的軍陵城形同廢墟 接下來的情節更讓許多粉絲無法接受 兩人深情永穩 請問雪諾為了阻止更多無辜人民受害 假裝卻是忠誠 遇到刺死心愛的丹尼利斯 Jayne連節目主持人也大崩潰 Jayne連節目主持人也大崩潰 抱歉,我需要一瞬間 好像 為什麼她要死了? 為什麼他要死了? 為什麼他要死了? 雖然近十年的影集走入尾聲 不少明星級粉絲也紛紛在社交網站上分享心得 THR critic Tim Goodman 在他的評論評論 說 不然大家都會開心 因為這系列非常難以為 但《Game of Thrones》是最好的自己 雖然截局無法讓所有人滿意 但《冰雲火之歌》的特效與規格 堪稱史詩級大作 即便截局引發不少批評 卻也帶動收視重賞最高點